光复乡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赏银活动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而事实上知名的光复乡马太安市地园区 近年来在农政单位以及农民友善环境的努力维持下 水路漆两类型的萤火虫是大量的出没十分的壮观 马太安新绿农园即日起推出的银响活动 让游客民众品尝当地时令风味的特色餐 并且由专业生态解说员导览赏银 分享马太安市地特有的游散环境的成果 白天马太安市地木栈道 市地水池畔绿草大树绿意盎然 入业后这里满坑满谷都是萤火虫 经理农园负责人朱近郎说 银矿不输平地森林园区 这边的环境非常棒 所以其实不只平生 这边整个湿地的萤火虫非常非常多 而且它有水生路生多面向的银矿 所以有机会可以来到这边来赏银 光复乡马太湿地除了是知名的水生动植物生态 以及在地原住民特有的巴勒告生态补育文化 近几年来在农政单位及在地农民 业者致力友善环境下 水漆形与陆漆形的萤火虫也大量栖息繁殖 十分壮观 因此马太安心理农园就特别规划影响活动 要和大家分享马太安湿地友善环境的成果 今年我们特别推出就是一个精致团的食人成型 最多不超过30个人 我们用餐和式的一个概念 所以你在用餐的过程就边吃边吃到天黑的时候 可以你的身边就萤火虫就非常非常多 萤火虫的时间大概从整个6点50到整个8点半是整个萤花是最多的时间 马太安心理农园影响活动即日起可置脸书粉丝页或电话预约报名 每人只要399元 带领大家在湿地点点萤火虫闪耀的银河中品尝道地风味特餐 在经由生态解说员导览解说 不用人挤人 浪漫惬意地进行一场湿地银河影响之旅 现在除了大农大富平森园区之外 马太安市地农园也有一条荧光闪耀的萤火虫之河 有兴趣的民众不妨把握机会走访地上的银河 一探萤火虫的奇幻生态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